法輪功學員張玉華曾是南京師大俄語系主任 因堅持真善忍信仰 他先後四次被中共綁架 歷經七年多冤獄酷刑 最終流亡來美 他的先生馬真瑜也因堅持修煉被中共長期迫害 至今還在獄中 面對美國人權官員和國際組織代表 張玉華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殘酷手段 尤其是強摘器官暴行 張玉華呼籲美國及國際社會 立即制止中共 針對法輪功長達20年的殘酷迫害 這是可惡的 這個資訊是完全驚訝的 並無法抵擇 希望美國政府以及國際社會 立即採取行動 能夠真正使中共受到懲罰的這種行動 制止這種活在七萬內進行 繼續下去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新唐人記者王凱迫 接近